你探望观光团生日到现在已经两档花了 要邀请南岛以及中华馆有代表性的观光三业来广东加立 不仅有47个工业会以及观光有六业 并且开发党员的重心如有体验划冬 为了丁腾推动区域观光 应质国境解放的粗补性格 特别在在用山UK中心 基本理工理理你探望观光团生购发表会 为了推动日外探观光团的区域观光 在这间厨管路观光处 各立纪南国际大学 以及观光路行业者顶单位的协助 搭造日外凡车价值的主地路由 打动观光发展 那我们在这几年的期间的盘点 然后把日月坛观光圈各轴线的旅游行程 都做一个整合出来 那借由今天的成果发表会 那我们来告诉全国各地的观众 我们到南投日月坛来 我们该当怎么样的去旅游 怎么样的去游玩 那也借由这次的成果发表会 来推我们的金植游程 那金植游程的部分是由旅行 涉及大专院校的学生组 带入不一样的旅游形态 然后让评审出来之后 让他更年轻化 让我们的全国各地的观众 可以来到日月坛观光圈来旅游 那体验我们日月坛观光圈 在地的人文特质及风情 走不一样的旅游形态 日月坛观光圈成立两年来 推动四大地式的区域观光 并且基盘日月翻车价格的 油厅设计比赛 透过品牌的行销 提升各种观光路的品质 观光圈目前总共分为四大的区域 按照他们的一个区域的特性 然后比如说台湾之星 中新文创 积极铁道 太极美帝这样 然后按照 目前由这两年来 透过这个日月坛观光圈联盟的一个推动 已经逐步的建立 除了完善的一个健全的组织之外 那也积极的在推动一些 比如说创新油城 或者是一些资源的一个普杂盘点 那以及相关产业人员的一个教育训练 华东当中 主办大会要请观光圈的各行赛业 提升各区域不同的赛业特色 希望在后亦前的时代 創造观光路由相机 相信在后裔时代 我们南投有好的山林 有好的水域跟运动 还有部落的观光文化 跟一些文创的这样的一个 很多元的观光资源 透过这样的一个游城的规划 可以把它行销出去 让更多的国际观客 到我们南投来旅游 做深度的体验 入国际观光观传川脸政府 三业 百出界 搭造南投官的库业观光 迎接国境解放厚的国际德 UC 继续环龙坤插红布图